这是一个简短的故事,也是一个漫长的故事,同时也是一个浪漫的故事。 四年前,98岁的金玉芝与99岁的石小球夫妻俩已经在一起生活94年了,他们小时候是姐弟俩,长大后结为夫妻,婚后两人生下了五儿两女七个孩子,徒为金玉芝和石小球两位老人。 早年,金玉芝和石小球都是单亲家庭,金玉芝跟着父亲生活,石小球跟着母亲生活,在别人的撮合下,石小球的母亲改嫁,给了金玉芝的父亲。 当时五岁的金玉芝与六岁的石小球也成为了姐弟俩,他们从小一起长大,也算是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,长大后他们就结婚了,并相继生下了七个孩子。 两位老人一生勤劳,到老的也嫌不下来,九十多岁时还下地干活,两人的胃口都很好,喜欢吃肉,吃饭嫌还经常喝两口小酒。 值得一说的是,两位老人一生恩爱,很少吵嘴,到现在还经常手牵手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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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